好 第二代也看完了 真的很辛酸 第三代呢 還是會老把賽 我們來看看第三代 第三代也會做像萬一凱山 第三代跟第二代很像嗎 是7% 70像 裡面有很多加強的地方 補箱 因為第二代還是會搖晃 所以我們第三代是 對於裡面的結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靠近坐墊這邊是有個滑快 對 滑快快拆 還有底下我們都有改良 改良很多 對 但是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在這個時間陸續到國外也去參展 聽說深受好評 深受好評 我們都是挑 比如說量產150台 挑10台8台好的去找 你真的是夠藝 你就說我們都很好嗎 沒有 那時候展看這個市場怎麼樣 所以展完大家就把你這樣本車都買 最後一天都買 都搶著買 所以大家不搶著買就算了 搶著買又給你點燃了信心 對 那時候我們更加有信心 所以你看你已經有信心 大概就三五百萬又下去了 又要下去了 所以我們看看最後到了第四代 對 好 到了第四代 第四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第四代做了很大的一個改變 對 第四代是 最大的改變在哪 最大的改變它是一體成型的 不是兩支管 兩個管子 對 形狀還在那邊呢 那是看起來像兩支管子 它變滑軌 它變滑軌 它是跟皮連在一起的 跟外殼是 跟外殼連在一起的 所以它這麼大的一個鋁合金 它去切削出來 我們是鋁脊型擠出來以後 切成塊 然後再用CNC自動機器 加工出那兩個軌道 這樣就對了 對 剛性就夠了 對 韌性 強度都夠 不會搖也不會晃 所以說這個 真的開始掌握到品質了 對對對 好 整個就是 騎起來已經很穩了 很穩了 非常穩 著重的人上來都OK了 100公斤也不怕它了 100公斤也不怕它了 下坡上坡也沒關係 所以就開花結果了 但是你這開花 開花了啦 開花了 結果還是要靠後面的努力 還很小 像是很小 一路走來 六年 對 好 六年的時間 大家觀賞一下 大概六年的時間 整個一個產品 在上面做製作 你在每一代 我剛剛幫你算 每一代大概三五百萬這樣投入 現在已經投入多少資金了 總共投入五千多萬 將近六千萬 五千多萬 最近加上一些量產 準備銷售的 剛好就差不多 整整六千萬 所以政果有個問題要問你 黃總我現在問你說 黃總我現在要 如果說你完全沒投入 你現在幫我做一個 可以伸縮的車子 如果你知道要砸五千萬 不可能做 因為我們是 你答案過那麼直接 對對對 因為如果剛開始知道要投那麼多錢 要五六年 沒有人有辦法忍受 你五年沒有開發成功 都沒有收入 等於沒有收入 對 沒有收入的情況下 會發生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講說一個發明 其實或許就是在 那個一味的執著 對 或許在你當初沒有什麼感覺 可能感覺沒這麼大 五千萬每天三五百萬 差很多了 慢慢慢慢開始有自己的研究成果 但是也索性在這麼長的一個時間的研發 其實我們說就發明 我們來談談發明好了 像他剛發明的東西 就被人家仿冒去 對不對 那就是想法很棒 但是做起來很簡單 對不對 很快就被人家模仿去了 有的發明的產品 如果太簡單 那個被仿冒的機率就很大 像我們經過很多年的努力實驗 要仿冒我們這個產品 他看到我們的產品 至少還要在仿冒的 還要三年以上 才有辦法抓到我們的這個重點 所以其實有它的know how在這裡面 對對對 這個五千萬雜下去 其實有些什麼像 我們就講說是值得的 這個花朵已經打開來了 是 到底開花結果 結果才是開始正式收成的時候 對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為大家請到了這個 伸縮自行車的發明人黃總 黃中堅的黃總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屬於他的這個心路歷程 車子這麼精采 我們待會針對第四代 我們看最新的好不好 好 我們針對第四代 再幫大家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我們先進這樣的狀態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單車區域 我今天很高興為大家請到來的實驗公司的 實驗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黃中堅 黃總 來這邊我們來談談這個伸縮自行車 好 黃總剛才我們講到第四代了 是 我們東西要讓大家看一看 你剛剛說第四代已經可以跟大家化保證了 對 它是絕對穩固了 沒有問題 量產也沒有問題 其實在這個我覺得量產生產技術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這個良率是非常重要的 對 所以大家請放心了 放心我們就來看看它的操作 到底簡不簡單 我們說伸縮自行車 其實它最大的優勢呢 還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伸縮 就是縮起來以後可以推著走 折疊車折了以後不能推著走 那我們收了以後可以放在車後箱 折疊車有的折了以後它長度變寬度 有的車型車後箱換不下去 我們就用這台車來看看 而且不同的身高可以騎 其實這台車你可以幫我操作一下好了 伸縮操作一下 這個要騎的時候只要將快拆鬆開 這樣輕輕地拉就可以了 那還要固定嗎 對 那直接把它壓下去鎖緊 好 能夠縮到最小多小 縮到最小 就是這麼小 這個可以再折下來 把手可以折下來 對 把手可以折下來 這樣子其實一般車的行李箱 就可以放下去了 可以 可以放兩台 車後箱 所以基本的概念 大家基本的大概大架構 就是在伸縮的這個功能 我們的專利是在這個伸縮 其實從伸縮這個功能出來之後 其實你剛剛講到專利對不對 對 這個我突然想到了 你得這個伸縮自行車在國內外得獎無數 很多獎 我們來看你得過什麼獎 好 你可以大概講一下嗎 日內有金牌獎 好 那個美國批枝寶畫面展 好 大會金牌獎 還有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國家發明創作獎 還有那個96年度的產科獎 他在誇讚他的孩子 好 我們每個人誇讚孩子都知道孩子得過幾張獎狀對不對 其實最立你 最近最立你得意的是哪個獎項 2008年的時候是不是在日子 2008年的日本GOOD DESIGN獎 GOOD DESIGN 就是這個logo GOOD DESIGN獎 OK 我們從送件到初省後省前後差不多要一年 好 所以說其實你說這個是不是 對 這個 這個是GOOD DESIGN GOOD DESIGN獎 這很難得 也不是很簡單 應該是 你又突然害羞起來了 的確你看在世界各個發明展 還有相關的設計展當中 其實得獎無數 對 其實你看小小簡單的一個概念 花了六年的時間 將近5000萬的資金購入下去 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掌聲 好 我先給你一個掌聲 好 謝謝 OK 我們在這樣的基礎下面開始做研究 那個黃總 鏈條的車子 大家都看得都很平常了 對 我們就基本款就是加鏈條的車子 可以伸縮 對 各個尺寸都有嗎 各個輪鏡 對 我們的專利雖然是滑台的伸縮 但是我們開發出來是系列性產品 好 從12吋 16吋 18吋 20吋 那也分鏈條式跟傳動軸式的 好 所以說鏈條式的講過了 其實這種車小澤很多女孩子 一直在伸縮車 很多小車子很多女孩子在騎 對 那大家最擔心就是每次褲管 什麼襪子 被這個鏈條 被勾到或怎麼樣 所以說傳動軸就是一個方式 是 我覺得傳動軸這樣搭上去再搭白色車子 我覺得我這個車永遠都不會髒了 是不會髒 感覺很棒 騎起來乾淨清潔 美麗大方 好 乾淨清潔 美麗大方 還有什麼形容詞 都會代步車的高級車 都會代步的高級車 對 OK 好 那除了這個軸傳動之外 軸傳動我覺得是女孩子 可能會比較容易選擇的 那另外呢 其實我看你也衍生出來 今天帶來一個20吋的電動車